斗罗大陆这么多强者 这些我们都知道 那么大陆好男人有哪些呢 首先说说唐三 毕竟是我们的大男主 这实力就不用说了 重点在他的人设很专一 即使身边这么多美女都倾慕着他 但他只爱小五一个 而且小五也是他的底线 我们都能看出来 好几次唐三的暴走 都是因为伤害到了小五 也就是碰到了他的底线 再来说说奥斯卡 奥斯卡本身就是先天满魂力的天才 再加上他很有三清心 即使被人瞧不起 他也不积累 四处游历锻炼自己 所以啊 许有所成归来后 也成功和令荣荣在一起了 虽然他在开始是舔狗的形象 但这不是贬义词 反而说明了他对荣荣是真的好 再加上奥斯卡自己本身幽默风趣 这不还能逗女神开心 最后说说马红俊 他一开始的形象是个胖子 油腻就算了 情史还丰富 怎样都配不上白橙香 跟好男人更挂不上钩 但不得不说 在追白橙香的时候 他是认真的在保护着他 给足了白橙香安全感 也可以说改掉了坏毛病 最主要他是懂浪漫的 时不时就给香香来点小惊喜 一开始会有人说 他们俩的外星不配 不过马红俊在后来 人更加是瘦了 外星也算是般配了 那么小伙伴们 在斗罗大陆中 女心中的好男人是谁呢